国内的航空业者陆续启动了增加航线的计划 华航7月份就瞄准了中国大陆的二线城市 开辟了桃园往返徐州航线 另外包括了日本还有东南亚等等航线也在进行增搬 预估可以带动华航的业绩表现 应接暑假旺季 民众出国旅游增温 邻近国家包括大陆东北亚东南亚成为小资族首选 华航看转这股商机锁定大陆二线城市加速不点 继长春和飞烟台后现在又增辟徐州航线 今年本来是我们在去年年尾就在认为今年会比去年好 那么事实上这个获运大概到今年大概到最近吧 最近速度开始比较有点温度比较更强了 新航点之外华航也新增温州南昌以及丽江等三个航点班次 合计光是7月就新增7条两岸航线 成为国内在两岸航线市占率最高的航空公司 另业者长荣航则瞄准北美航线 由每周45班提高到55班 搭配三架波音777300ER新机加入 运力大增超过两成 其实我们现在每周线来讲各线每个月来讲 大概的都另飞的大概都是在有85%以上 北美航线平均载客率维持8成以上 为了摆脱亏损阴影 7月更新增石家庄温州太原全新航电 累计上半年营收623.31亿元 年增4.98% 力拼第三季转亏为盈 富人学路关宇台北报道